字幕翻譯 落天之命 李居鳴 我的拍檔 陳愚小姐 林愚小姐 好了 兩位 接下來很快令豬年 是啊 陳愚 你知不知豬的朋友 豬的朋友又不太熟悉 是 不過他們的性格到底是怎樣的? 師傅 臨的最厲害, 聖豬的性格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熟豬的朋友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性格怎樣 我很多家人都是熟豬的 他們給我的感覺 其實就是… 真的不是省油的燈 不要看見他們的樣子好像很純品 或者平時不是很多話說 但其實他們有很多計仔, 足足多謀 而且很多時候 他們在一群人裡 他們永遠都想做大姐大和大哥大 亦都讓他們做到的 他們的氣場是有的 為何我和平時對豬的印象好像完全不一樣 我經常都以為豬應該是很懶的 豬不是懶的 豬是森林裡最聰明的 是嗎? 所以做豬的性格有幾個特點 第一樣東西屬豬的人 是旅遊聲很旺的 就是它的翼馬聲很旺的 第二樣東西屬豬的人 是接下來今年的豬年 豬其實是一件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們做事的時候有儀器 有儀器 在十分生肖裡很少有儀器豬 第三樣東西屬豬的人 是特別有一個特徵 就是經常被人看好他 可以選頒獎 選甚麼都選到他 又是 而很多時候在最後一刻 他們是會脫堤的 會失蹤的 對 玩失蹤的 會這樣嗎? 所以屬豬的人 是不說不罵就行的 剛才師傅你說很有儀器 如果要做生意 就要找些豬做朋友 屬豬的人就很像我 不是你可以找他做發光 是通常他做老大 他指你做事 所以屬豬的人去到哪裏都好 都是他指你做事 沒有你指他做事 所以我們要幫他打工 譬如在影院裏 我熟悉汪明荃 阿姐 就是典型的豬 另外好像歷史人物 也有些屬豬 歷史人物也有不少 而我的記憶裏面是有老舍先生 有海明威 即是有西方的代表 沒錯 屬豬的 接下來今年是豬年 豬年 豬年與豬年 你們所知道 有甚麼特別的名字 范太歲 范太歲 另外呢 本命年 甚麼是本命年 本命年的意思 就是你要植太歲 林基 我教過你 甚麼是植太歲 我也記得 植即是當植的植 即是要on duty 即是說那年 將會很忙碌 還有壓力很大 是嗎 是呀 其實說到太歲年 陳其 我想你從小到一起來長大 一怕太歲便會震騰騰騰 我就去攝太歲 是呀 我很乖的 因為我這件事 我一定做足 屬豬叫植太歲 就是代表壓力 因為他要當植 所以壓力很大 但是大家不用怕 因為今年屬豬雖然是植太歲 雖然甚至叫形太歲 但是他就有三顆吉星來加持 所以太歲之中就不屬於很差 哪三顆吉星呢 八座 天解解神 林基 你跟我那麼久了 是 聽過我說八座 八座 八座 給我感覺應該是很威風的 是呀 代表屬豬的人 今年植太歲 都有這顆星來加持 雖然壓力重重 但是依然都可以過關解 因為天解和解神 都是代表好的星 是 不好的星裏面 陳記你聽到驚 劍風伏師 浮沉子貝 你知道這些星是代表甚麼嗎 我只聽劍風 我覺得一定是刀光劍影 會有血的 沒錯 由於屬豬今年植太歲 又行這顆星 所以通常叫做刀光劍影 就映在眼上 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的眼 很多時候老人家就說 白內障 要開刀 甚至我們的眼不舒服 會生眼吊針 原來都是跟我們家裡的窗有關 我們的窗 如果窗台放了很多石頭 比如水晶 或者窗台放了太多雜物 都會影響我們雙眼 曾經在家裡有沒有窗 下面放的東西塞住 我現在立刻在想 你知道嗎 我家裡是小窗台的 但我有露台 露台又能不能放嗎 露台不關窗 不關窗 但前陣子的新竹雜說 很多人的窗都掉了爛了 懶沒有去做 於是會引發到家裡 很容易是老人家會拍內障 甚至要開刀 所以窗如果爛了 一定要做 這就是我們風水上面 很重視的道理 我喜歡你回家的白衣檢查 就是眼原來跟我們家裡的窗有關 特別是家裡的南風窗 南邊就是內部火 火就是代表我們雙眼 所以屬豬的朋友今年如果過了立春 就要立即去看醫生抽血 驗一下療 承受血缸之災 即是遇到就不需要有血缸之災 那就承受它 承受它的時間 就已經發生了抽血的事件 變了不會那麼嚴重 都說驗應通常都是容易駕駛時遇到意外 其實在術家裏面認為一個人如果好運 好像屬豬 直太歲要好運 一定要有一個叫四靈山訣的知識 四靈山訣? 林妓說什麼叫四靈山訣? 我記得的 左青龍右白虎 前豬雀 後圓母 陳其你聽過這個年詞嗎? 我聽過左青龍右白虎好像跟床有關 對 比如我們睡在床上的時候 左青龍就是左邊的物件 是比較高一點 是 比如你的櫃或者你的畫 盡可能是高一點 又白虎呢? 白虎是代表女性的 叫白虎針塘 所以盡可能就沒有這邊的東西高 這邊的東西矮 盡可能是這邊高一點 這邊矮一點 是呀 厲害 我有 可以嗎? 可以了… 因為其實之前師傅去過我家 是 你記不記得你一次提醒我 說家裡需要一個花瓶? 是 我聽師傅說 我買了一個很高的花瓶 是嗎? 其實每年拿它出來 新年的時候要來擺桃花 平時擺在哪裡呢? 就精精擺在青龍位 是不是你的床上的青龍位 是呀 就是擺在床上的青龍位 而白虎位呢 我們擺了一個矮的小機子 所以要來給我擺一個 那些手飾、補箱 那些東西我擺在那裡 其實應在這個寫字樓裏面 是 很多人上班的時候 咦? 在公司裏面被同事敲 那肯定白虎高了 那如果你的青龍位高的時候 代表老闆照你 是 所以左青龍有白虎 這個四陵山是非常好的 是 其實例如今年的豬年 就是老鼠仔吃虧一點點 哦 那林基 你是屬老鼠的 那你知不知道 今年老鼠有走過什麼運 我覺得 今年即是未來的那一年 就是 豬年的時候 老鼠似乎是排得挺低的 是呀 立即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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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因為師傅叫我少點說話 因為未來的那一年 很多人會犯些是非官非呀 那說到屬老鼠 那陳其 其實你身邊有沒有老鼠的朋友呢? 我身邊真的沒有 反而你說後面的生肖 每個人都種在家裡 老鼠反而少點 老鼠反而少點 現在你有個老鼠朋友 就是他 林基 恭喜你 其實老鼠個人覺得自己的性格 是,我做了這麼多年老鼠 怎麼都有點心疾 是 幾個字,我們節目都說了 樂天之命 你真聰明 我只想說這四個字 另外我們適應力非常強 不過消費力也更加強 所以戶口,銀行那個 強期都是赤字的 這東西非常靈 老鼠的人通常來講 花錢很厲害 那你不要管財了 我絕對不會 而老鼠有個特徵 就是咬出不咬入 喜歡朋友多於家人 其他生肖沒有這個特色 老鼠特別有 謝謝 多點照顧我 而老鼠 如果在未來的這一年 十二生肖裏面 牠排行比較差 對 原因是因為牠沒什麼急性 林基 我記得你都聽我說過 你今年來的運程 有一個名詞 大家都認識的 叫病符 你知道病符 通常來說美君明會教你 怎樣化解這個病符 用同詞 你可以告訴觀眾 病符是怎樣化解的 因為接下來我們會在 東北位和西南位 其實都需要放銅錢 我們在西南位 就可以放六個銅錢 而東北位 就可以放八個銅錢 就可以化解到 接下來的病符 其實陳琦很想問 因為其實不只是老鼠 所有的人 如果運氣比較差 其實有個方法可以幫他們 就是找多些好的朋友 但你找朋友要有一個標準 標準是甚麼呢 今天我要教大家 就是一個叫六月訣 這個六月訣 就是代表一個人 在他運氣比較差的時間 他要找多些身邊的朋友 但有一個秘訣 叫六月訣 我教了三年 那你嘗試將六月訣 告訴觀眾 到底是甚麼叫六月訣 六月訣 其實很簡單 我的計數這麼差的人 都會計算 只要知道自己何時出生 月份 然後將月份 加六個月 或者減六個月 那個月份的人 就是你的貴人 當我們運氣比較差 或者頭頭碰到黑的時候 或者可能我接下來 朱年運氣比較吃虧 或者正在病的時候 或者我需要更多的能量 去令我提升個人運氣的時候 我就會時不然拿個電話出來 叫他們出來 問問他們 出來吃飯 做一些聚會 貼入他們的旺氣 令自己真的會精神一點 師傅 我的女兒 我五月出生 我的女兒是十一月 我應該由焦動蠻去摸她 所以她很旺利 對 真的 但你要升六月缺 因為女性在香港 多數都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請菲傭的麻煩 另外小朋友請補習老師 請不請到好的補習老師 又是第二個麻煩 而這個六月缺 就可以馬上幫到你解決這兩個問題 舉例 比如你請菲傭 你就不用根據你老公的月份 是你的月份 你剛才說你是五月 是吧 五加六就是十一 即是你找一個十一月的 是 的非用或者外用 那你就會對你 是很聽你說 和很合理 那你的女兒是幾月 我的女兒是十一月的 十一月的說話 反過來 你就為她補習先生 請一個減六的 即是找一個五月的 是的 那你就解決 無論怎樣 老鼠今年的問題 差點 但是 記住 四零三缺 和剛才我們說花病符 和六月 這三件事來做 應該都不錯 好了 那待會回來 我們說到 熟牛和熟老虎 陳其是開始犯了 家人很多熟牛和熟老虎 待會回來 和大家再說 多些改運的秘訣 好 2019年就是豬年 送牛生肖的人 到底豬年的運程是怎樣 先問一下陳其 你家裡有沒有熟牛的朋友 我家裡整個屋都是牛 是 你覺得你性格怎樣 很勤奮 很聽話 是 因為我爸爸是熟牛的 他真的很聽我媽媽說 是… 然後我大女兒是熟牛的 他很聽我的話 是 還有他們兩個都是很勤奮 很乖的 還有牛會不會很容易 比較固執一點 你覺得是不聽人說 硬頸的 我也覺得有 好 還有他們很容易受騙 熟牛的人很容易被人騙 他單純 所以很容易中招 你騙他 騙他 很鬆軟的熟牛的人 是的 我有一點點的意見 對熟牛的人 他們表面上的確好像很聽話 還有他們做錯事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就會道歉 是 不過我會覺得他們其實是口服 心不服 是的 很多時候 道歉之後 我看到他們都會自然治癒一番 其實他不會改 告訴你 熟牛的人很難改他的性格 林忌 其實在影視界和歷史人物裡面 有哪些人是熟牛的 影視界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的 劉德華先生 而歷史裡面有劉備 還有我們的喜劇大師 麥劇大師 查理卓便林 查理卓便林 也是熟牛 我認識的張學友 周世華那些都是熟牛 他們都是勤力出名的 而且不做事不舒服的 這些都是熟牛的優點 是 來到今年 他們第一顆星 就是翼馬星 那熟牛的朋友肯定是去旅行 你父親有沒有什麼情況 準備去旅行 我爸爸是很喜歡去旅行的 是 他接下來今年的新年 是 他就會去德國深度行 是 去德國 是 一定要生於春天的人才來 沒錯 他是不是生於春天 他正月十六 是 這件事 但林健我教過你 一個人去旅行 原來的秘訣 沒錯 就是根據他出生的季節 是決定去哪個地方 舉例 春天出世 通常是幾多月到幾多月到春天 通常就是立春之後 2月4日 沒錯 接著連續的三個月 是 即是到5月5日左右 那個橋是春天 嗯 新於2月4日到5月5日左右 是 這個春天的人就是穆多 穆多的人適宜向西殿走 也就是金 那你父親就是新於這段時間 所以他選擇德國 是對的 除了德國之外 林基 你想想還有什麼地方 是當是金 當是西的呢 在歐洲方面 當然有英國 法國 德國 意大利 西班牙 全部都是屬於西邊 都是屬於金 但是今年法國就多事了 是 就小心不要去 另外其實去中東的國家 譬如杜拜 都當是西邊 嗯 很適宜選擇 夏天就是你 是 夏天就是在東神市 5月5日 是 到8月8日左右 夏天出世的人 就需要向北方走 因為夏天多火 所以他們要水 水就向北方走 林基,我以前教過你 北邊的地方代表了哪些地方 很多 我們以香港為例 北邊就是北京那邊 或者是澳門 北上 就是中國內地的地方 都可以 整個十一個 台灣區都適合 另外再遠一點在哪裡 去俄羅斯 是 這麼遠 俄羅斯現在很流行 直航 另外可以去加拿大 也是當水 四月會去北京 是嗎 我們也可以走著 你這麼好運 你一定是對的 去北京 好 如果生於秋天 是 即是8月8日到11月8日左右 是否你女兒又這個 我女兒就是9月3日 姐姐 她屬於秋天 所以秋天的人 一定要去東方 即屬木的地方 沒錯 以中國來立極 就是日本、台灣、沙藩市 是 LA 這條線屬於 你女兒要去日本 很適合 她今年新年就會去日本 學滑雪 很適合 對,讓她玩一下 你全家的翼馬都很厲害 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都喜歡到處走 可能就是她們的翼馬星 帶動我 大蠍阿媽 可以到處去玩 對,如果冬天出生 所以林姊是11月8日到第二年2月3日 終於出生 她們通常要火 其實我教你 在哪些地區比較多火 簡單來說 近一點就是去東南亞地區 對,泰國 遠一點的話可以去澳洲 即是去非洲 非洲、南非 沒錯 去看鑽石 就是採火的地方 沒錯,這些都是屬於很多火 說到翼馬 林姊是翼馬 當然是熟牛 就是來今年翼馬洞 翼馬除了代表旅遊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代表 我知道 翼馬可以代表搬屋 搬捨自留 搬廠 甚至無移民 有一個 升職 升職 但是有一個是一般的 降職 我試過的 就是跌倒 是,沒錯 跌倒在地上 很容易扇跌 跌倒也算嗎 所以熟牛的朋友 如果你不動就扇跌了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去旅行 這個就是道理 其實有些人就說 我雖然不是熟牛 但是我很欠有翼馬 到底我家裡可以放些什麼 在術家裡認為可以催旺的旅遊 我又教他林姊 他現在又要爆料 到底如果你很欠 我想挑選一下 可以放馬嗎 不是馬 是 這個真是美得不得了 美得我老公 是他考慮會把我家裡的東西收起來 因為我放完之後 在過去那一年不停地去旅行 是 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很簡單 我們去一些文具店 是 去一些書店 都可以找到 地球儀 是嗎 是 地球儀放在自己家裡 你見過地球儀嗎 我見過 你知道那樣東西有一個功能嗎 不知道 現在知道 就是擺放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旅行去 真的沒停過 是嗎 如果我想登台 我放在地球儀 會不會有好處呢 通常來說 掛上世界地圖還可以 掛上世界地圖 或者放在地球儀 是 在飲食習慣上 我們正在做實驗 有個實驗都接運成功 大家可以參考 是 喝一件東西特別快 可以有機會 催旺你旅遊星 又是林姊式 林姊說 你當時的遭遇給你看 這個就是我朋友試的 他聽完師傅教我們這個提示後 他自己偷偷地試 為什麼他想試呢 因為他跟老公結婚接近七年 除了去動蜜月之外 之後他老公也是宅男 在家裡打機 完全沒有跟他去過旅行 他很心癢癢 就試了這個方法 連續七晚就煮個洋蔥湯 跟他老公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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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知道真的不知道喝到幾天 他自己也突然間 他老公跟他說 老婆不如我們來聖誕節 去看北極光 這樣可以嗎 是 我去日本旅行 經過一個地方叫淡露島 淡露島裡面出洋蔥 所以去那裡買東西 什麼都是洋蔥 我買了一大包洋蔥湯回去喝 喝了之後 連續幾個星期出幾次門 我又覺得很奇怪 於是我就拿來給學生實驗 他們發現原來喝了洋蔥湯 真的旅遊星會催旺 當然你很難用科學來解釋 為什麼洋蔥會跟旅遊有關 但這個也挺有趣的 很簡單的 很有趣的 如果真的可以告訴我 好 其實接下來就說到你了 好緊張 你要爆發一下 你到底是熟什麼生肖 我熟虎 其實很多人… 自己爆自己的性格 會不會學死 很多人都會覺得熟虎是惡惡 因為我老公經常說 他自己應該是娶了貓 誰知道原來是娶了老虎 我也是貓科動物 對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也不是那麼兇 其實我也有純粹的一面 師傅不如你幫我解釋一下 老虎的特色就是自己很純粹 其實老虎的特色就是 老虎喜歡冒險 陳妤你覺不覺得 你自己是很喜歡創業的 都喜歡的 因為我喜歡鑽咚鑽 找些新鮮的東西去做 我不喜歡經常做重複的東西 是 熟老虎都是比較所謂進取型 喜歡冒險、喜歡搞事 所以通常來說 老闆要請到老虎的人 很多時候他會搶走你的客人 因為為什麼老虎的人 他本來喜歡自己創造自己的世界 不斷學習、不斷創造 接下來今年豬來了 老虎 怎樣 會有人走 但好像說范太歲 那怎麼辦 首先來說 范太歲今年就是指 這個豬、蛇、老虎和猴子 但是你看到范太歲的同時 要看他有沒有吉星來 老虎今年的吉星 雖然他們是破太歲 叫做破太歲 但是他基本上有四顆吉星 第一顆叫天德 第二顆叫福德 第三顆叫福星 第四顆叫國印貴人 哇 還有那個貴人也很厲害 也就是說這些星全部都是助理 所以陳怡今年 你的創業應該成功 應該是更上一層樓的 但是小心一點 因為有一顆叫卷舌星 這顆星是大星 卷舌星代表是非官非 所以你呢 因為那個麵珠上面有個缺點 就是你這個位置 叫家明的位置 是有個斑的 那為什麼你有那個斑在這裏呢 其實這個是 其實從小到大都有的 不過我那時候 我媽媽就說 我記得因為小阿菲連斑 已經帶我去脫蜜了 這個位置 但是脫了很多次都不成功 我上次見你都脫了你脫 你再脫了一次都不成功 不 我會接下來安排過連續 因為我記得師傅說 有時候都要認出血光之災 那些 所以我打算過了一年之後 就找了一個醫生幫我 今天要做了 是不是搞了它就會好 今天要做了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是代表是非官非之外 是代表夫妻容易當爭吵 那你知道我當然是疼你老公 那樣子 就變成我經常都說 喂你呀 不要罵你老公那麼多 你經常都不罵 其實我也是罵的 所以一看這顆東西就罵了 林基 其實在家裡 你記憶所及我教你這麼多東西 是 其實不只是老虎 其實很多生肖 是擺錯了一些東西 可能都會很容易招惹是非 是呀 沒錯 你記得我教你 最重要是記住 千萬不要有什麼 千萬不要有雀籠 是刺的雀籠 譬如我們養雀 有雀籠很正常 但原來我不是的 我買雀籠回去 其實是貪得意 或者當作是一個飾品 或者雀籠飛了 或者死了 是呀 你不捨得丟雀籠 於是產生什麼效應 是呀 天羅地網 什麼叫天羅地網 天羅地網 我聽過名字都害怕了 即是被人捉 即是會犯是非 犯官非 甚至可能會有奴獄之災 在八字裏面 哪裏見到這四個字 就是天羅地網 哪四個字呢 包括有豬、駭、蛇、蛇、蛇、狗、蝟 還有龍 是的 這四個字 如果在八字裏面 特別要小心 這叫天羅地網 除了鳥籠 大家要小心 千萬不要亂擺之外 今年的是非星 飛向南方 南方代表今年的是非多 所以在那個位置 就要放些紅色的東西 就可以化繩到今年 三迫時非星 一會兒我們回來 是不是還會有話說 是的 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會說完 另外的新潮 包括了有龍 還有會有兔子 好了 講到熟兔和熟龍的朋友 雖然在我們這個節目裏面 是講生肖的運程 其實都是借著運程 就會教大家 是一般大家其他生肖 都適合用一些改運的資訊 好了 趁其 熟兔 你有沒有熟兔的朋友 或者親民職友 我媽媽 媽媽 你熟兔 女人很兇 媽媽不是很兇 我媽媽是一個主事人 是 因為我人生之中都沒有什麼害怕 這隻老虎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我只怕我媽媽 竟然是一隻兔 是,我的兔子 原來女性跟男性有些不同 是 男性不是動身都會爆炸 但是熟兔一爆上來的時候 可能會推東西 甚至飛東西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很激烈 即簡直會推倒東西 不能說的 對 但是熟兔也有溫馴的一面 有的 所以熟兔通常來說 女性比較厲害 脾氣比較大 男性比較溫馴 男性比較溫馴 因為男性的兔子 我不熟悉 不過我媽媽很極端 她哄得我爸爸很開心 但如果我們一頂的時候 會罵得我很緊要 所以我看到她 不一樣 這隻兔子完全不認得 其實林基在影視圈 多不多熟兔 很多人都有的 譚麗明 石斯曼 都是熟兔的 歷史人物有沒有 哪個熟兔 歷史人物有 胡適先生 有愛因斯坦 都市場非常之高 熟兔的男性 原來真的有個特徵 就是比較 是兔有狗屈的 狗屈的意思 就是如果有錢 他買屋 他買狗間 也就是說熟兔的人 很喜歡在不同的家 或者在不同的事業裡 都留下他們的樂人 而熟兔一般來說 男性特別明顯 是不夠主見 通常都喜歡聽人的意見 才會夠膽做事 或者說話 他們會在十字路口裡 是徘徊的 人生交叉點 因為我身邊有些熟兔的男生 他們有一個特質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無論如何 他們遇到什麼難題的時候 就會去尋覆 問人家 問一下掛 求一下簽 平時他們不會說 是 但有些什麼困難就會 還有他們要下決定的時候 不要給他們壓力 你不要經常用WhatsApp來追他 打電話來催他 他們會永遠玩不中 是 但當他們要下決定的時候 你寧願讓他靜靜地冷靜一下 他就會慢慢說 告訴他他心裡想說什麼 不過根據需要的軍資 去推動一下他會比較好 數到的朋友 在2019年 遇到豬 通常是三合 因為豬、羊和兔 是三合的一個組織 代表他們的人緣會增進 但是有一顆星不太好 叫做白虎侵堂 白虎侵堂 通常我們很害怕 所謂白虎 通常是代表是非官非 跟女性有關 對 而且跟女性有關 所以屬套的男士 2019年就很小心 一些女性會侵堂 侵堂的意思是 會走進家裡 或走到公司裡 擲拳或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屬套的朋友 在2019年要趕節善緣 因為他吉星不夠 所以又要認識很多朋友 在家庭風水上 林忌 你跟了這麼多年 其實在風水上 怎樣可以看到一個人 是有朋友還是沒有朋友 是 我很記得的 因為人緣 對於任何生肖的人 都一定是有影響 就是要打開我們家的大門之後 第一眼看自己的梳化 我們的梳化 究竟如果我們一個主人 坐在這裡的時候 是對著大門 還是反方向 是背著大門 是很大分別的 曾經明白嗎 即是你一入到家的時間 如果你見到 逆著你的梳化多 那這個人 通常是沒有朋友 如果一進去的時間 你見到很多梳化 迎不住你的 那就代表 那個人多朋友 你家裡有多… 有沒有這種現象 很準確 為甚麼 為甚麼呢 又要劈爆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媽媽是好小朋友 他們兩個是自己玩的 是 他們正確地打開大門 他們家裡很寬敞 但偏偏 梳化的擺位 就是背著大門 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而我家裡 師傅你也知道 我很喜歡照顧朋友來 吃飯 一起大家聚會 因為我一打開大門 就會見到一個 一個弧形的梳化鎮 是迎著朋友來的 這樣對 真的正確地是這樣的 所以 我搬離了我爸爸媽媽 即是結婚 自己組織家庭之後 我真的多了很多朋友 所以這個 引證我們中國的堪餘學 有一定的道理 譬如說 很多人都說想享受世界 有一年 林忌問我 喂 師傅怎樣可以享受世界 其實我們中國古代堪餘裡 是有教我們 一個人怎樣可以享受世界 通常第一 就是看乙珠 乙珠 乙珠 好像我們這種魚的乙珠 通常晚年 是比較享受世界 但如果乙珠上面 是有一刀痕 或者斷了 通常代表晚年 還是牢碌的 這個就是面相上面 在家庭的風水上面 我教了林忌一個絕招 就是在她家裡的按摩椅 對 按摩椅我們可以當作一張安樂椅 可以硬硬硬 不過大前提就是 那張安樂椅 不要放任何雜物 譬如說我們放了很多衣服 我那陣子 經常都很喜歡去購物 我平時都喜歡的 但那陣子真的比較瘋狂了一點 銀行容易出現赤字 但當我清理了之後 那陣子真的 我那陣子都覺得 可以挺舒服 在家裡可以發呆 放胸 同樣玩一下 所以清理了我們乙珠上面的雜物 其實那陣子會比較他條 對 但以下的生肖就不要太條 為什麼呢 因為2019年 十二生肖裡排行第一 好運 好運的人就不要太懶 不要享受世界 最重要是盡高 是 剛才你說過熟龍 你心裡有沒有熟龍的朋友 我的女兒 又說 我的弟弟 是 小龍女 是 她有些龍尾出生 她幾歲了 跟二六歲 那就沒有紅聯星了 為什麼呢 明年她走紅聯運 你會不會… 現在聽到小朋友說 會不會六歲 小朋友已經去追求她 她有男朋友學的 她生得很美女 絕對有什麼可能 應該開始拍拖仔 是不是 2019年熟龍走紫眉龍德 我教過你 是 紫眉龍德代表什麼 紫眉龍德 其實我聽師傅說過很多次 總之 每個生肖 一有這兩顆星 一定是排第一 因為其實她是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是的 很多未拍拖的女生 或者想有女朋友的男生 很激怒熟龍 因為她走運 因為有紅聯星 但其實你不是熟龍 你也可以增獲你紅聯運 通常我們知道過年買什麼 桃花 是的 今年的狗子尼火星 即是桃花星 飛去西北方 所以今年要拿一個手機出來 找西北方在哪裡 特別是大釘 在那個位置 擺一棵桃花 每個生肖都很紅聯運 師傅很大棵 不用一定大棵 不一定大棵 但是你擺的時間 最好在年三十晚 繞九個圈 走九個圈 順行的 通常是順行 走九個圈 你身上的Aura 即是體光 就會呈現一個粉紅色的狀態 是打圈的 這是很科學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桃花王 其實就是找西北方 放這個桃花之外 全年任何一個月份裡面 放九支的紫色的菊花都可以 那就是那個方位 那就是那個方位 那屬龍的朋友 因為明年行紫微龍德之外 行紅聯星太極貴 那就是貴隱 紅鹽星 紅聯和紅鹽 即是屬龍的朋友 明年受人歡迎 那就講結事完了 是 吳寶的星裡面 有暴敗天壓亡神 都是有些破財的職場 所以屬龍的朋友 明年也要聚一下財 林記 我教過一個聚財方法 你要跟大家爆一下 是 這個聚財方法 男和女都有份 男主人就要記住 在我們的西北方放財商 為什麼西北方 西北方是屬於乾位 是屬於一個… 亦經屬乾卦 是的 一個家庭裏面 就是華視的一家之主 就是屬於西北方 是的 如果是女性的太太 通常是看西南 沒錯 但今年的西南方不漂亮 有五黃色 所以放在老公的位置 放在西北方 是 問老公賺了錢 分錢給你 可以 賺不同錢 親戚 師傅教我 你家裡買了鴿蝦嗎 買了 你告訴大家的經驗 鴿蝦如何買法 鴿蝦如何買法 買一個適合尺寸 鴿蝦 越大越好 其實香港地方不夠 有些小朋友都說不敢買這麼大的鴿蝦 所以要問林妓的經驗 有什麼計劃 你認識我這麼久 我經常叫你買財箱 是的 其實買財箱有什麼體驗 其實買財箱 我覺得那個鴿蝦是最重要的 什麼叫鴿蝦 因為我們需要勾財 其實我們要吸引一些財蝦 所以我們放財箱的時候 放在裡面的餡料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呢 例如看藝人 他們就是全世界的錢都需要賺的 無論是國內 或者是歐美 放一些不同的錢幣在裡面 甚至放一些黃金在裡面 當然越多越好 我們認識的有錢人 他們直接買一塊黃金 大概幾十萬一條 放在財箱裡 它是賺幾億的 所以你放什麼利便可以了 如果你賺美元 你放美金 你賺日幣就放日幣 但通常美元是最好的 因為它的價值比較好 如果你放日元 你可能賺一百萬也好 師傅, 你知道嗎 你給我封禮事 我也是放在財箱裡 我也是 所以你對付下來 經常要開數 我買一張照片 真的很開心 因為師傅教我們 放不同國家的錢 是的 其實我每次去一個地方旅行 我都會帶錢回來 放在財箱裡 沒錯 我看這些國家 我花了錢都是在那裡找 是的, 2019年 經常熟農的朋友 是 最好運 也是最多吉星 所以其他生育的人 都要找身邊的人 有誰熟農的 多點貼一下它 所以都會非常好運 2019年還有什麼 其他改運的資訊 以及大家要留意的事 現在回來告訴大家 最後這一節 是我們想跟大家說 到近2019年 大概世界形勢 以及各方面的運程 兩位主持人 你們最想問我的 什麼問題呢 我相信每個人都想安居樂業 是 現在就說一下樓市會跌 是 師傅,2019年是否真的會跌 由於2018年叫做 香港的樓市是會跌的 所以香港的樓市 看的形勢 是應該會跌20%左右 這個就是我們的預測 但是看的形勢應該是 但是香港人很厲害 因為香港是一個腹地 無論世界怎樣變 才會變好自己 就是香港人的秘訣 就是香港人 你怎樣跌也好 怎樣沒錢也好 褪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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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褪出 所以香港人有些運的羊 你怎樣衰也好 香港人是緊有些運 所以大家給點信心 2019年 香港其實雖然在世界整個形勢上 是依然很多是非 很多鬥爭 但是香港依然是一個腹地 香港的腹地 就是因為圍多利的海峽的原因 是 林記者我已經講過了 香港圍多利的海峽是怎樣 最重要的就是 海藏一定要夠漂亮 夠清 還有在海邊 師傅經常提過 如果我們真的要填海的話 最好還是要保持曲線 彎彎彎彎彎彎 就是環抱才有情 是的 大家看立法局 經常有些意願吵架 你一拍它的時間 你永遠看到它 後面有一條條直線 是的 所以其實就是 立法局的裝修設計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直線是代表切割的 是代表人說話太直 所以通常來說 曲則有情 其實在直線上加一些圓形的圖案 那些立法局的議員 大家就不能咬 和諧很多了 易姐等於在我們家居生活裡 陳其你是整個家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們古代很重視一件事 就是家人晚上吃飯 一定是在圓桌上吃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哎呀 那怎麼辦 你是什麼桌子 我是方桌子 方桌子通常是打四方 乘打麻將 打麻將 顧不忍弱 大家夠發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古代很重視 如果要四方桌子 我們是不開飯的 我們會搭把圓桌上去 尤其是開飯 是的 這個文化就是教我們 原來圓桌子 是代表令到我們家庭的成員 是比較互相能夠 是所謂圓桌會議 讓大家能夠包容一點 家人現在多數都不包容 因為現在你知道 那些小朋友 是各自為政的 是嘴駁舌的 有一個方法 可以示出大家 是做一件事在大廳裡 自然個人和換 林姨,記不記得那個秘訣是什麼 我記得 這個時間最好了 很多人 譬如都會回來香港 一家團聚 一起約拍一張全家福 把全家福放在大廳裡 掛著它 可以令大家看著這張照片 大家都會感覺到 我們拍照的時候 那種溫暖和諧和快樂 陳其,有什麼習慣 你們的期間 我今年瘦了 很漂亮 以前沒有 不,其實我一向都有拍照 是 但是因為我今年 要帶給爸爸媽媽一個驚喜 是 我幫他們安排了拍一輯婚紗照 好 然後我們所有年輕的一輩 連同小朋友 全部做花仔花女 然後跟他們拍一張大學照 很開心 我知道哄得兩個老人家很開心 很溫馨 是一個旗 就是所謂旗鼓印箱 在風水上 旗是代表一幅畫 所以這幅畫 帶來 是代表你家 齊齊整整 而且每個人都會互相關照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風水效應 師傅 2019年是幾害年 剛才你提到幾字 除了代表地產 或者樓宇小一點 比起冒失年 我記得是代表胃的功能 香港人每個人都喜歡喝、吃 是否意味著 我們接下來 飲食業在香港可以再次興起 這個幾肚就是神奇要知道 這個幾肚是自己的幾 這個是濕肚 濕肚的意思就是化妝品 所以在2019年 從事化妝的行業 是一個很穩定的行業 因為幾肚是代表化妝 即是化妝品 所以如果你入行做化妝品 你的胡思拉就賠不賠本 這個幾肚是代表下面這個害是水 所以從事飲品的行業 譬如什麼奶茶 那些什麼特別的茶 發得不清不楚 所以很多人已經去內閣 拿同盟店的版權回來 香港開一些飲食的集團 所以我相信香港的飲食王國 在來近今年 香港就有很多飲食王國 全部來香港開的分店 所以相信在2019年 飲食行有得做 腸胃的有得做 特別是濕肚化妝品有得做 開支是代表營馬的 一切和旅遊的東西 2019年大家買股票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明年是幾害年 那個害時裏面有淫水 淫是代表股票 即是明年股票是會有機會賺錢 不過起跌是無償 所以大家要看得很實 所以你打算放膽的賺股票 就比較危險一點 除非你屬龍 屬龍你有運氣 你比較好一點 其他犯生肖 譬如說犯太歲 都要小心買股票 是比較容易損手的 因為他們是急起急點 比較會吃虧一些 明年有一件事 因為這個害字豬 是會開一個叫木庫 開木庫的意思 就是明年有很多木 但很多木在銀上 是代表颱風的 因為木是代表東方和東南方 這兩個方位 都是代表颱風的 所以代表明年 香港又要遇到很多山竹 那些這樣級數的颱風 大家要小心颱風 在身體上風寒是代表中風 所以明年又是中風的高危念 而害是因為翼馬 所以就認一隻腳 所以明年大家的瘦手腳 特別容易多事些 其實風來講 在中醫學來說 風是萬病之長 所以我建議大家 在新年之後 都要檢查多些身體 盡快要知道自己身體出現毛病 以防性癒治療 是吧 由於這個害字 就會衝蛇 所以蛇的身兆不好 蛇是負責開一個金庫 金代表什麼呢 金代表飛機 金代表銀行 金代表地鐵 高鐵 所以剛才我說的四件事 在明年都受衝 首先飛機 即是大家坐飛機的時候 最好是用吉隱來上飛機 吉隱下飛機 盡可能去旅行的時候 不斷地立立通正 哎呀 吉隱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吉隱 於宇州池場 是比較和諧 這就叫吉隱 如果很多對沖的東西 就代表空隱 所以就不要用對沖的事實 來上飛機 所以去旅行 都要留意宅日 這是中國古文化的傳統 第二件事就說到銀行 銀行就是金 所以明年銀行受衝 代表著銀行業的從業員 都會多時些 所以明年大家要小心銀行的問題 第三件事就是坐地鐵 大家知道去年都已經 地鐵很多五點 很麻煩 高鐵又多新聞 所以來到今年依然都要小心 就是地鐵的問題 剛才師傅都說過 就說駭是會開到木的鑰匙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九年火太多 我這麼貪美 其實我每個月都很勤力去購物 但總是找不到靚衣 很難買到靚衣 不知道怎麼搞 火都燒了毛 如果現在木開始生亡 是否真的意味著 我們貪美的女生 可以買多些靚衣 開了木褲代表文昌聲旺 是 陳吉利和我女兒 小朋友去讀書 她們可以學一下文化、藝術的東西 絲法 對 第二樣東西就是 好像林忌那些 木是代表衣服 也就是說明年很多新穎的服裝會鋪 第三樣的木 也代表地板和花草樹木 也就是明年會帶你有機的植物 大家都會喜歡吃素菜、菜等 文昌色大王 然後你們作為父母就很想問 因為想小朋友讀書讀得厲害 所以林忌我教了幾招 林忌就負責教你的子女 綠色的 到底有甚麼方法可以試 你的子女考試咬別人 有甚麼計劃 我已經教了我身邊有子女的朋友 他們試完之後 告訴我好像真的有些進步 方法很簡單 其實父母自己都可以教的 就是教個小朋友 徒手可以畫一幅畫 是兔仔的畫 是 他教了他的兒子 都有一段時間 從最初好像模仿 畫到脫皮 骨這樣 到真的可以完整地 畫到一隻兔仔出來 他兒子那期的測驗和墨書 又好像進步了 陣營有些兔仔 我們不要管他有甚麼生肖 是 兔仔是文昌星 是很靈的 所以你放兔仔在家裡 或者叫小朋友畫兔仔 都會增壞文昌星 會 一定會 因為今年我小的女兒 讀書真的不太好 但她竟然選擇了做她的項目 因為學校要有一個主題 她做兔仔 所以我今年和她搜集了 很多不同地區的兔仔 等她回學校 跟老師介紹這隻兔仔 家長可以做個實驗 有兩招是很利文昌 第一招是用兔仔 第二招是原來人 大腦很熱的時間 就是記不到東西 冷的時間 他讀書厲害 所以我又教了 林姬有個絕招 他又告訴你 每個家裡都有 在雪櫃裡 褪熱貼 當你兒子要溫習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樣子 好像溫溫噹噹噹 做夢 貼不貼 醒了 真的好 這個方法 小時候老師教我 就用一塊毛巾 濕了凍水 放在一個盒子裡 帶回學校 我也不明白 原來考試前 他說你用一塊濕的毛巾 抹一抹自己的頭 你會讀書更厲害 現在用到現在 我才知道原來在雪櫃 就是那個散熱貼 很有功能 大家不妨試試 這一集我們講了六個生肖 下一集我們繼續 會跟大家講六個生肖 未來2019年的運程 同時在教士的過程之中 又是教大家 是怎樣有其他改運的方法 下一集我們再見 拜拜 接著下來為您播出幻覺大師